只要你能立身行道 扬明以后宿 以显父母 这是每一个人笑的最后的终点 我们再来谈孔吾族 得配天地 得责父母 手上三年之后 父母亲归空之后手上三年 过了五天 他还谈不出琴声出来 不是生意没有 谭家人那个生意没有用的 因为没有闲力 有此可见 这三年期间 他的内心深处 除了苏联父母之外 所有的歌旗歌谱 全部暂停 所以造成五天的时候 他还没办法谈出弦力 请随便播都有声音 哪里没有声音 总是谈不出弦力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看看孔吾族的一生 孔吾族的思想 以人道为中心 当他在周游列狗的时候 游说所有的诸王行政官员 一路上要推行这个人政 因为大部分的人以前 他那朝代的时候这些国王 这些当政者 都是一直讲求名利 讲求名利 所以他推行这种人政 你看 还有他的教育体制 有教无类 打破当初的贵族的教育制度 因财失教 你看当初 宅仪 睡觉打祸睡的时候 就被他骂到 宿目不可丢 混你吃墙不可乌 这个真的是 已经形容到这个人没有用了 没有 但你想不到 到最后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混流用的人 还是一个混流用的人 所以孔子当时没有 没有肢体的暴力 但是他真的有点语言的暴力 这真的是语言的暴力 精神的暴力 如果当初没有孔子 这种有教无类 因财失教 不可能造就今天 我们整个中国五千年来 这段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 世界各国都所向往所学习的 也是一个整个思想的明灯 所以他的教育体制 整个是非常成功的 这段时间来 台湾都在整个都在推行了 整个儒家思想的教育制度 小时候从小学生就开始学习 背诵儒家的思想的经典 人家说经读百变七字线 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百孝经 也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 也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 来 我们再来谈 祭孔大典时 都会先到孔圣人的父母 先祭拜之后 再来朝拜祭拜孔老夫子 和七十二圣 所以使父母的德性受到获人的真正 今天你要朝拜孔子 祭拜的时候 先是祭拜他的父母亲 无形中 父母亲也受到他的避孕 就成为一个全世界只要谈到孔后祖 人家就会谈到他的祖孙 甚至会谈到他的祖孙 还谈到他的父母 你看孔德成先生 已经是七十几代了 到现在世界各国 有在祭拜孔子的时候 都会恭请他成为主祭官 有一次他到韩国去的时候 韩国当地的华侨 在机场接他 当下趴下去 闻到孔圣人祖孙的脚 你看受到多崇高的镇静 经过七十几代 一代不要算多了 六十五年就好了 当然现在是八十几年 六十五年 七十几代 已经好几百年了 到现在都还能感受到 孔圣人的那种伟大 真的 有那个机缘 到孔林去的时候 孔府 看到周边在卖书法的人 那个书法里面都带有意识 非常的漂亮 你什么名字 祂就用你的名字 画下那种 画下那种意思 写下那个字 字里面还有小鸟 还有什么东西 那人介绍说 祂是孔府祖的 第几代的子孙 那个当下的我闻 就站在那边 站了一个周中头 把他那一天 手写出来的书画 全部把它买了 现在我们会厅里面 那吉府的画 就是孔圣人的祖孙手画下来的 当下买的 里面就是 将我们的名字又写上 写出那个名字又画上里面 很多的艺术的创作在里面 来我们来谈第九段 每个家庭 为人主理者 都能孝顺父母 兄弟有爱和睦 就能够平息纷争 安分守己 于行义礼而行事 刚才我们就谈过 不管你的兄弟姐妹是怎样 在你能力换你做得到的事情 应该要帮忙 应该要帮忙 因为兄弟都是父母亲所生的 所有的兄弟都是父母亲的一块肉 他的不顺 他的没有成就 在在都会影响父母亲的心思 影响父母亲的心情 所以我们当为兄弟的人 应该除了孝顺父母之外 你应该有爱兄弟 就在发生一件事情 有一对父母亲 很辛苦的栽培了两个兄弟 大哥读书读得很好 也到外国去留学 他为国留学你就非常知道了 那个费用都相当大相当高 要付了很多的钱 因为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结果父母亲尽所有的能力 来栽培了这个大哥 这个弟弟 因为身体有点缺陷 又不是受到很高的教育 所以整个发展的过程 就比较不顺 这个大哥留学回来之后 也起了太太 各方面都发展得不错 父母亲就去要求这个大儿子 是不是能花一点钱 照顾弟弟 开个店面或什么 给弟弟来维持他的生活 因为父母亲老了 不可能养育这个弟弟 养到一百岁 不可能 父母亲的哀求 这个大儿子 这个大儿子不单 不想帮忙 还跟父母亲讲说 那是他的事情 那是他的事情 这一句话 对父母的伤害 真的是太大了 太大了 后来这对老人家很伤心 儿子既然这么的不孝顺 这么的不友爱兄弟 那不然我再找了媳妇 看这个媳妇会不会比较孝顺 结果找了这个媳妇之后 他也是这么跟他讲 媳妇回答的话 和他的先生是一样的 小时小时的事情 我们是我们的事情 分得非常清楚 当下父母亲 真的非常的伤心 非常的伤心 在忍如可忍的情境之下 在他的大儿子和他大姓 睡午觉的时候 拿了菜刀 去将他们两个杀死了 后来拿了这只菜刀 到警察局去报案 去住手 他杀死他的儿子和他的媳妇 这是一个北戴的刘教授 刘奎里教授 跟我讲的 所发生的事情 你看这个当下 就是没有友爱兄弟 所产生的一个整个后果 多可惜 你又受到这么好的教育 但是他当下没有办法感受到 请不吝点赞andel